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留言上挺多的 我自己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这是个人看法 就是人们对信仰的对点 在我个人来讲 有信仰应该是很绝对的事情 当然有朋友也提到说 没信仰本身不正是一种信仰的一部分吗 这个理是这么个理 没错 我只是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它是以维护政权作为基础 系统性的 作为一种非常绝对的目标 扼杀掉一个人与生俱来他信仰的自由 这个本身其实我真正提醒的和唾弃的是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当权者或者一个政权 他没有权利去扼杀任何一个具体人他对信仰的选择 包括他没信仰 这样的选择权都没有 对吧 而中共的体制是在人们在扼杀系统的通过上学 通过封建的封建迷信的这种栽赃的说法 说他栽赃的说法是把封建迷信这俩字给毁了 封建迷信怎么了 我问你一句话 封建迷信怎么了 其实你细杂吗 他真没怎么 你读的书都是封建 对吧 你让你儿子读的唐诗 诵词 圆曲 都是封建 人说 说这个人有文化 什么 宝读经书 那不对呀 那东西又被批判呢 你怎么这东西又叫有学问 有教养 有修养的人呢 扭曲的社会 给人们带来了扭曲的价值观 大家都在扭曲过程中 就不知道什么是值的了 大家都是天津 十八街大麻花 全都拧着个儿呆着呢 所以找不出值的了 因为都在麻花里头拧着呢 吃麻花的人知道 拿起麻花本身知道 全拧着个儿 不识露山真面目呢 只原身在此山中 在这种被洗脑的环境之下 出现了概念 但是这样的社会的价值观 尽管它表现出来 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他确实也在这么做的时候 但是内心的人性善良的一面 同样在抵触着这个社会 只不过他无可奈何 这就是被强奸者的表现 每一个人都在体制当中 在这个环境当中被强奸 因为他不能有一个自由表达的氛围 包括最高的当权者 所以他看到的 如果明白一点 人会看到这个社会的邪恶 有些可能出于他的位置 他的官位 他的某些原因 他在有意无意的 想保证这个社会 保住这个共党 共产党本身 保住这保住那 或者保住社会的稳定 他会有各种说辞 但是这种各种说辞 它是跟他具体的位置有关系 网上有篇报道 最新的这么说的 习近平说的 中共丧尽民心 向1948年的国民党 而这篇报道是来自于 这个世界日报的 它是这么说的 亲北京的香港经济日报 四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习近平在2012年 北戴河会议上强调 中共当前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与1948年的国民党极为相似 他的死血是丧尽民心 随时面临中国版的 茉莉花革命的危险 所以在他上任之后 大力反腐畅连之举 那他引述的一篇照片呢 是长江日报的社论 叫赶快收拾人心 我想想我觉得挺逗 这个就是来 这一点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无论在这个环境当中如何 但每一个具体的人 都有他善念的一面 那善念的一面本身 他会拒绝这个社会环境 他会表现出这个社会环境 那作为当时的习近平而言 他也非常明确当时的状况 那现在的后来的整个的过程 我也跟大家讲过 反腐畅连就现热恋中的情人 会激发人们的情感 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原来涛哥常说的时候 也没多少人有反应 解释那炒干怎么吃 包子是什么样的包子 没什么反应 人家习大大一吃 迥然不同了 对不对 大年初一上广集寺的烧香 出门对面 马路对面就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那是老店 那是这个这个清风包子铺的老店 就在西四大街跟这个西安门大街的八角处 跟这个广集寺的对面 那我想说的意思 吃包子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我跟大家评论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 他会把中北京老北京人的底层的老北京人的感情披露出来 他说那番话就问说这个炒干是不是有点稠啊 跟他小时候吃的不一样 跟西四包子铺吃的不一样 他不在西四 他在月潭北大街吃的 他不在西四大街吃的 月潭北大街那是新店 这边是老店 那他觉得就是有点太稠了 后来我心里话是不是煮的有点 放的时间长了 那个淀粉就有点疙瘩了 那也会显得稠的 那人习大了没原因 突然进去了 所以店长也来不及再煮一锅新的 这都有可能的 但这种事情会引起人们的民心的感觉 所以我说 反腐就像恶恋中的情人 当结了婚一年半之后 他容易找小二小三 容易因为失去了那心心劲 因为他没根底 反腐没根底 他的根底腐败的根底是共产党本身 以反腐为名 维护中共本身 这叫逆天意而为之 这是我说的 如果说的从社会的成年来讲 他是鸾成姐妹 这是我一代重复过的 所以才出现这个场面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那在报道当中引述了 2012年北戴河会议的消息人士 讲习近平当时在会议上强调 中共现在与当年的国民党一样 近视民心 会后并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 胡锦涛 江泽民达成共识 决定2013年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后 必须尽快收拾民心 这是放料 这是假的 如果他们达成共识 就没有九月份的习近平的神隐 只要江泽民的名字出来 这样的放料 一定是江泽民本身的集团的人 没任何心信 他只想说 老江跟习近平是一伙的 只想表达这意思 这是在 李东升被抓之后的 一波一波一波之后的 特别是到了离岸资本的 离岸资金的被曝光 应该说是江泽民拍戏里没人了 在曝光那个资料曝光的太仓促 把习近平与习近平有关的人马 人的资产全都曝光了 包括太子党 而把跟江泽民的嫡系的人马 一个都没曝光 弄得太干净了 把自己撇清了 就完了 把自己撇清了 就完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个生活常识 所以有人有洁癖 他太喜欢干净 吃东西啊 什么都刷得非常干净 当有洁癖的人 他容易拉锡 真的 那个太什么东西走极致了 就会反着来 他会容易就闹肠胃炎 我没试过 民间有个说法 说如果实在这个人 是有洁癖而闹了这个肠炎的时候 给他吃点脏东西 上WC WC就是厕所 弄点脏东西 能治他毛病 他那个肠炎拉锡 能止住 真的你别乐 你问问老人 我说的绝不是外话 当时的离岸资本的出现 是江泽民把自己的人马 弄得太干净了 所以所有人都明白了 是他小子干 而他小子干的 真正干的 你说有没有曾庆红自己 很有可能 对吧 所以在那个曝光之后 大概三天之后 突然网上出现的爆料 就是没有曾庆红的名字 只有江泽民的名字 就是江泽民老支持习近平了 但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实在太少 所以总提2012年北戴河会议 江泽民怎么支持习近平 老提这茬 本来就是个盛米饭 所以有扬州的做法 广东的做法 福建的做法 福州的做法 汕头的做法 朝阳的做法 北京的炒米饭 加鸡蛋不加鸡蛋 一直炒的是米饭 这个应该讲 你说习近平说没说这个禁师民心这句话 这句话我相信有可能说了 但达成共识 那都不如狗熊掰棒子 狗熊掰棒子瞎掰半天 最后他掰棒子掰一个家里头 掰一个家里 他最后能剩一个 这个连剩都没剩 这个 没有 所以我说的很明确 有他的共识 就不会有习近平九月份的神隐 两个星期 拒绝跟都取消掉 与美国国务卿的见面 有这样的共识 就不会出现 2012年11月14号 11要死那天 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结果 文章还提到 正因为取得党内元老的支持共识 中共十八大领导人换届后 新上任的习近平确立了收视民心的 接班最紧迫的任务 并着手部署具体方向 拉开反腐序幕 主有自去年起一连串的打击腐败的措施 习近平 这个江泽民拼了命的 要把自己洗干净 你说那癞蛤蟆怎么洗 它也是那个癞蛤蟆皮 对不对 那各样 怎么看都是各样 蛤蟆就是蛤蟆 你怎么洗干净都是各样 这非常有趣 他一连串的反腐的过程 奠定了三中全会 要确立两个组织的机构 三中全会整个过程中 没有什么图片新闻报道 连中央电视台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报道 说明你们打成了一国之物 打完之后 那今天习近平大权在握 包括在你们打斗的过程中 包括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他拿出来说我是主席 然后家俩副主席 完了 整个肩架结构 人马都没有定位的时候 匆忙去把自己身为主席的身份曝光 在公共的环境当中声明了 不正是你们打的过程吗 所以文章写的挺长的 他接着讲对如何改变民众 对中共官员的腐败印象 习近平认为 扭转公共认知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时间不会站在中共这一边 若能有一个人作为中共的代言人 只需完成他对个人形象的塑造 就能改变民意 拉拢习近平 抱了习近平再打习近平 就是说在利用习近平 现在大权在握的概念本身 在打他 说他进行个人崇拜的 个人的握拳的 个人独裁的一种表现 他是不是 你现在看起来肩架结构 他是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否定江泽民过去二十年的 故事 这二十年的故事 就称按照中纪委的话 这叫团体腐败 整体腐败 一个地区从上到下 整个的腐败 他习近平不这么做 他就有死亡的危险 所以在我看来 这篇文章就说明上个大的 不只是急轰了眼了 才在过程中 完全还在过程中 2012年北戴河会议之前 中共武汉机关报 长江日报发表题为 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 强调在群体冲突事件当中 核心问题是政府行为适当 政府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 傲慢 有时蛮横 霸道 令人不满 而这些不都是否定江泽民的年代 胡锦涛是吃得哑巴亏了 真的 某种程度上有活该 2012年这样好的机会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当时两年前 王立军正在美国领馆里头 已经进去了 正在里头谈判 就这个时间 大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间 引发出这么样的好的机会 出现大的变革 胡锦涛为了自己的安危 无为而为之 就为了自己跑路 对吧 就为了自己跑路 谁也惹不体 说白了就是这样 所以才出现这个 所以后来这个都是 包括媒体的这种说法 是中共上层完全混乱 过程中的表现 但是今天重新被拿出来 他刚才说的很清楚 整个这篇报道从哪来的 亲北京的香港经济日报 你查吧 他背后的老板是谁 为什么这么说 你那么查 事情就好吧 而文章也提到说 当时的这个长江日报的社论提到 合法性的资源 不是可以无限投资的 修复合法性的时间 也不是无限多 而呼吁当务之急 是赶快收拾人心 重述合法性 恰巧的是 1948年11月4号 当时的国民党的党媒 南京的中央日报 也出现过相同标题的社论 而当年的那篇社论 是由已经过世的阴海光写的 赶快收拾人心 当时痛施国民党权贵阶层的腐败称 享有特权的人 享有特权如故 人民莫可奈何 靠着私人政治关系 发横财的豪门之辈 不是逍遥海外 就是特权豪强如故 所以那个话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那网上也出了另外一个贴子 说神贴 这个今年是甲午年 120年前的甲午年 就是中日之间的甲午海战 而当时的总理大臣姓李 今天的总理大臣也姓李 当时的海军都督姓丁 丁如昌 今天的中共的海军的副司令员也姓丁 当时的这个北洋水师 号称是东亚第一大最强的海军力量 今天中共由航母号称第一辆 你查那贴子 咱有时间我跟大家贴一下 挺有意思的 120年前的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的人员 对在一起 跟今天的人的人员的姓名对在一起 老何家嫁给老郑家 郑和氏 家务战争完了 然后呢 清王朝崩溃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出来混 做了就得还 对一个人是这样 对一个政权 对一个社会 对一个整体的环境 都是这样 因为人从来没说了算 连你出生和死亡都不是你算的 更甭说别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下期再见 大家看一下 那ord投赛 对一个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